歌王蕭敬騰在禮拜四凌晨 度過了一個恐怖的驚魂夜 原來有一位家境富裕的女粉絲 叫做Yuki 她上個月居然砸了四千萬 然後就刻意買在蕭敬騰家的樓下 結果還大半夜的 就狂按蕭敬騰家的電鈴 說要送煲湯給她喝 把蕭敬騰嚇到不敢出門 還在臉書上面留言說 她覺得很奇怪 她不懂為什麼這一個女粉絲 可以突破重重的戒備森嚴的警衛 然後跑到她家門口去按電鈴 她完全不敢出門 最後只好出動警衛把這個粉絲帶走 而經紀人也說了 蕭敬騰飽受這位女粉絲困擾很久了 現在也考慮要搬家 而附近鄰居也表示 真的曾經看過有瘋狂粉絲 在蕭敬騰家樓下不停的守候 蕭敬騰就住在南港 這棟千萬豪宅 一位粉絲砸四千萬 搬到她家樓下 卻成老蕭口中的恐怖鄰居 這位女粉絲還大半夜包湯 送到蕭敬騰的家門口 嚇得蕭敬騰不敢出門 趕快打電話跟經紀人求救 這位女粉絲Yuki年月四十 日本人為了追星 三年來出資破億元 找贊助商庭演唱會 專輯出手非常酷挫 但被控騷擾蕭敬騰 Yuki在微博反把矛頭指向經紀人 聲稱自己一向對人熱情 但經紀人在社區內出名的討人宴 常把事情弄大 還迫自己跟經紀人 在景曲慶功宴上大擁抱合照 感嘆說這樣有抱過還贊助你超過千萬 而附近鄰居則是爆料 粉絲在大陸下等蕭敬騰的畫面 經常上演 她也是這邊的住戶啊 然後就也是在這邊補她啊 那個是花衣衣那個 那個是又新另外一個粉絲 私生活被打擾蕭敬騰難得發飆 氣到破文說你怎麼穿越門禁 半夜跑到我家門口一直按電鈴 還公開粉絲臉書連結 但新聞見面後臉書文已經刪除 經紀人表示由於蕭敬騰住家管制森嚴住戶感應卡 只能搭到自己樓層 女粉絲行為算是非法入侵 讓蕭敬騰不堪其勞 目前有搬家打算 東三新聞 林靜 王振宇在台北報導